1920年代 台湾总督府在大稻城成立北景茶鼠 当时的北景茶鼠是木造建筑 坐落在今日的加勒福重庆殿 以北景茶鼠为中心 台湾总督府加以北景茶鼠为中心 加强警察在大稻城的治理 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 在当时人声鼎沸 百叶繁荣的大稻城市街中 警察无所不管 除了管理人力车 帮忙在峡海城荒庙办理祭典时维护交通 还要引导行人遵守规定 靠左通行 日治时期 警察是台湾总督府的权力执行者 高度介入管制民众生活 因此警察还管下很多事 包含斗量痕管理 包含斗量痕管理 人口普查 卫生 治安 扶浪汉 兼有管理 追捕犯人 大稻城商家的控管 以及社会运动 都要管 此外 警察同时也肩负着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控 这样什么都要管的警察 不仅很多事 也经常让台湾人觉得很有事 1930年代 因为原本的空间不复使用 台湾总督府 以钢筋混凝土 建置二代北警察署 除了有更宽广的流制空间 还成立了湘台市 更加介入大稻城日常 和本岛人的生活 战后 北警察署持续作为警务机关 很长一段时间 是台北市大同区警分局的一部分 2018年 这栋警务机构摇身一变 成为台北市文化局 辖下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显称为新文化馆 现在新文化馆 是一栋已传承 1920、1930年代文史 为使命的场馆 丰富的展览跟优美的建筑物 吸引了民众参观 2024年的新文化运动月 以北属很有事为名 双关城县被总督府 期待为万能警察时代 北属在地方很有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新文化馆 了解更多关于台湾新文化运动 并参与今年度的新文化月 了解北请查暑的历史